1994年,杨兰收到身家百亿体中200斤富豪无征的表白 只要你嫁给我,我的100亿都是你的了 杨兰转身便向丈夫提出离婚 杨兰大学期间就认识第一任丈夫张一斌 她曾是附近的得意门生 杨父觉得张一斌不仅长得高高瘦瘦 脾气好又踏实,便撮合她和杨兰在一起 一来二去之下,两人真的走到了一起 杨兰大学毕业后,便步入婚姻殿堂 很后,张一斌进入银行工作,端起稳定的铁饭碗 而喜欢挑战的杨兰则进去央视工作 进去的第一年,杨兰就搭档成名已久的赵忠祥主持一档名叫《正大综艺》 新颖的节目形式再加上杨兰独特的主持方式 杨兰一夜走红,最后,靠着超高人气获得主持界的金化铜奖 长到成名后,杨兰及刘勇退选择出国留学 此时的张一斌虽说万般不舍,可对于爱人的选择,他只能大度支持 可张一斌不知道的是,正因为自己的一时心软 亲手葬送两人之间的婚姻 见识到外面的花坏世界后,杨兰觉得曾经的自己就是井底之外 他开始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和人际关系 在一次聚会中,杨兰认识了吴征 吴征虽说外貌平平,身材肥瘦,却拥有超过百亿的身家 在当时那个年代,百亿代表了什么? 杨兰第一眼见到吴征的时候,并没有对他有多少好感 只觉得对方是一个粗笔肤浅的富豪而已 可随着两人聊天的深入,杨兰意外发现这个长相平平的男人 竟然是位满腹诗书的才子 吴征也对眼前这个曾经的央视一姐一见倾心 宴会结束后,依然和杨兰保持频繁的联系 总是时不时透露着爱意 杨兰自然也非常清楚吴征的想法 当即跟他说道,我已经结婚,我们不合适 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 吴征听到后直接说道,就算你结婚也没关系 我们做朋友也是可以的 现在身为好友的我,向你发出邀约 要不要一起出去游玩一下 作为朋友难道这个要求都不能答应吗 与吴征认识了,杨兰第一次感受到超能力带来的快感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豪车接送 出入的场合也变得更是奢侈 在这段时间,杨兰和丈夫张一斌的感情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两三天一通电话到半个月都没有一通电话 有一次,吴征邀请杨兰一起乘坐游艇出海游玩 游艇的豪华让杨兰目瞪口呆 他漫不经心问道,这个游艇不便宜吧 吴征随口回应道,也就几百万而已 吴征的豪气让杨兰惊叹不已 吴征随后说道,如果你喜欢 不仅能拥有这艘百万游艇 就连我的百亿身家都是属于你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这段时间的相处,难道你就没有对我动心吗 面对吴征的表白 杨兰第一次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心中装着广阔天空的杨兰慢慢发现 真正合适自己的只有吴征 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和自己非常契合 而喜欢安定的张一斌根本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和张一斌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有意和亲情 既然和张一斌之间再无爱情 为了不互相折磨对方 他决定快刀斩乱马 几天后,杨兰回到国内 在张一斌的惊讶和不解中 杨兰果断提出分手 张一斌完全想不明白 出国之前两人夫妻感情很好 为何老婆出去几个月后就回来跟自己离婚 杨兰抱歉跟张一斌说道 对不起,我们之间不是爱情 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的真爱了 希望你也能寻觅到自己的爱情,祝你一生幸福 尽管张一斌竭尽全力挽留他 甚至几次失声痛哭 杨兰一旦做出了决定,救灾也不会回头 为此,他不惜与父亲闹翻 看到如此陌生的杨兰 张一斌别无选择,只能放手 1995年,吴征如愿以偿将杨兰取进家门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 杨兰发现渗透到国人骨子里面的东方思想 与西方思想完全融合不到一起 身为媒体人,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媒体传播给每一个人 与吴征结婚三年后 他再次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美国的由我生活回到国内重新开始 回国后,人们大吃一惊 知性漂亮的杨兰为何放弃张一斌 找一个肥头大耳的油腻男人 面对媒体的质疑 杨兰是这样回应的 知性漂亮的杨兰为何跟肥头大耳的吴征在一起 当时网友纷纷表示 杨兰这样做就是为了钱 在一次活动中 记者就这个事情发出提问 当初你还没离婚就跟吴征谈恋爱了 你到底看中他什么 难道都是因为钱吗 见惯大风大浪的杨兰当即回应道 身价并不是我择偶的标准 挣钱只是糊口而已 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的生活 年少不懂爱情的我 直到遇到吴征 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爱情 之后杨兰还说道 看东西不能单单看表面 吴征他不仅是一个商人 他还是非常有才华的文人 作为读英语行业出身的我 有时候还要向他请教问题 我看中的并不是表面肤浅的东西 我更看中心灵的契合 即便如此 争议声音依然不断 其中最轰动的便是2007年 王硕在录制《枪枪三人行》时 直接表示 杨兰嫁错老公 吴征就是一个骗子 王硕此话一出 关于吴征学历造假 诈骗保险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面对王硕的挑衅 杨兰霸气回应 自己的婚姻一直都非常幸福 并警告王硕不要乱管闲事 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 杨兰当年究竟看中吴征什么方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在吴征的帮助下 杨兰的事业重回当年的巅峰期 还一度被福布斯评为 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 对于外界的争议 杨兰从不理会 在她看来 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如今他们结婚20多年 感情始终如一 生活和事业都蒸蒸日上 杨兰还为吴征生下一对儿女 婚姻如人银水凉暖自知 杨兰为了追求一生幸福 不顾世俗眼光 如果你是杨兰 你会怎么做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